登登登登登應該是 沙田裁判法院今天就是一宗11月11日2019年的案件進行判刑 兩名被告分別是姓王和姓李的被告 兩項控罪分別是刑事毀壞和參與非法集結 早前第一被告已經是裁定不成立的 就是他的第一控罪 反而第二項控罪就是非法集結成立的 到今天就進行判刑 辯方表示其實有十三封的求情信 包括自己父母中學同學和high deep的同學 求情信顯示被告是盡責善良 樂於助人黑苦內勞靜能量的 其實報告都是非常之正面 以及真誠去承認自己的錯誤 最終崔美霞裁判官就是將他考慮了種種因素之後 沒有這個減刑的因素 所以是需要判刑四個月的 而中費的方面也是 都是搞不定 中費的方面就是 即D2的中費申請都是被他的 年輕人稍後就會被送走 就會送去懲教院所裏面 其實剛剛他離開法院的時候 就是離開這個 叫做凡難 其實我想在場有三四十位觀眾 不是三四十位旁聽的市民 是跟他揮手道別的 場面都是非常之 比較相感的 阿彈在沙田裁判法院這裡的直播就是這樣 晚點看看會不會再有其他的直播